Miradio.hk 星期一至五 晚上九至十 本土最前線 好 回到第二節本土最前線 今天是2月18日 剛才第一節就說了 其實整個一帶一路 就算我倒玩就站在他那裡想 整條路線都是當你傻子的一群你以為是盟友的國家 亦都很不穩定 所以很難做得到 還有有三個 如果要推動整件事 要活動的話 其實有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他們是沒有考慮到的 中共沒有考慮到的 因為這些地方 我們看到有很多的 烏茲別克 那類阿富汗的國家 其實他們一聽到中共在維吾爾 在新疆建造這些集中營 去迫害穆斯林的時候 他們已經很生氣 當然我們看新聞的時候 看不到他們怎樣生氣 這些地方 越來越多 這些反華仇恨的情緒 在沸騰 我不說醞釀成是沸騰 因為他們已經有工作了 不過我們看新聞 也是報喜不報憂 所以看不到 也有很多間諜活動 針對中共一帶一路的做法去做 即是當地的人 我們其實有三個因素 如果要推動到整個所謂 我站在他們那裡想 要推動到一帶一路的話 有三個很重要的因素 是不可以劃決的 其實哪三個因素 如果仔細說的話 其實沒事的 你要發展經濟的話 一定要有穩定的能源供應 即是我要放一些所謂基建 我告訴你建一個港口 還是建一些工廠 還是怎樣都好 所有這些設施都要能源 都要用電 可能生產的話 你可能要用燃油等等 你沒有能源 是不能發展到經濟的 這是第一件事 必須要做到的 第二件事 你要擴展影響力的話 尤其是中共想做到的 是改變地緣政治的架構 就是想移動別人的政府 你要怎樣做 你要有一個很龐大的軍力 你才可以制衡 去震懾到別人 去迫使別人下跪 要不然你只說 或者你只給錢給別人 你給到自己窮都不行 所以你要有軍力 但是如果你說軍事的話 又要同時依賴錢和能源 這三件事是環環緊扣的 你沒有錢不行 你沒有能源不行 你沒有軍事的力量又不行 如果真的要推一帶一路的話 其實是要這三件事 但是當大家仔細去思考的時候 各位有收聽的觀眾 你給著你去做 如果你用目前中共有的力量 你去推 這件事還要推到這麼遠的時候 你能不能做到 比登天難 我告訴大家 邏輯很簡單 就是當你在海外的好處 你越多 那很自然你要保護的東西 就越多 是吧 就是 講個顯錢一點的比喻 就是如果你有13個物業 你有13個等樓 是拿來收租的 或者是你拿來做什麼都好 你也要交13個物業的管理費 就是你擁有的越多 你就要給的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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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為了去保護 它這些海外的設施免租 這些恐怖分子 或者是不妥當中共組織的破壞 就是 不能夠不正視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那些事情 就是 那些國家一帶一路 自己本身的國家政局的穩定性 就是 你是不是經常都是那些人拿著裝 我跟他開去聊天 就是你現在看回 譬如說委內瑞拉 馬道羅 那都什麼 大家都知道 他一定坐不穩 那你之前跟他聊天 那個班就投行 是不是 那些好處不是這樣的分法 新人一換上來的時候 還有日益嚴重的反華情緒 我們剛才提到 你看一個地圖 我們看到有索馬里 有肯亞的地方 索馬里 我們最出名的是什麼 就是海盜 就是我們很難想像 現在的時代 是還有海盜 我都聽過那些行船的人去講過 我認識一個人是一個船長 是一個船長 他真的有幾架船 我問他說 你有沒有走過索馬里的地方 有沒有真的遇過海盜 遇到他們怎樣 那個人是說得很令人害怕 他說他故意儲定一缸 成艦艦 那麼多的附射液體 那些海盜一爬上船 就要向他們射 開喉向他們射 就是真的有這麼真實的海盜的威脅 那你一帶一路 你包索馬里 想到想到 如果那些東西被人打了 那會怎樣 再加上恐怖襲擊 即是伊斯蘭反華 那些 即是一做事 你想想想 很簡單 那 如果說伊斯蘭的恐怖組織 會不會搞中共 我之前未聽過 我們看新聞 那這裡我準備了一些資料 給大家 其實是真的有的 OK 我先開啟第四張圖 這張圖就是 我們稱為 Islamic Movement of 烏茲別克 烏茲別克斯坦 伊斯蘭運動 這是第一堆人 然後 第五張圖 第五張圖 這張圖叫 Islamic Jihad Union 就是 扎根於阿富汗 受訓於塔利班 以及阿爾蓋達的恐怖組織 2010年才新成立 看到他都人強馬壯 因為是阿富汗 阿富汗 尤其是現在美軍 他拔走了的時候 那裡的九十幾十犯人 他們會變成怎樣 你不知道 OK 還有第六張圖 第六張圖就是 Islamic Jihad Union 就是伊斯蘭聖戰聯盟 他們特別活躍 在剛才說的烏茲別克 他們試過做大件事 他們試過連德國都這樣做 這些烏茲別克人 就向塔吉克人 普什圖人 這些國家 伊斯蘭的戰士 提供訓練 提供一些特種部隊級的軍事訓練 他們有些是來自土耳其 我們剛才說過土耳其 最人很生氣中共 阿塞拜疆 烏茲別克 烏茲別克 哈薩斯坦 這些地方 好了 他們有沒有搞過中共 我們出第七張圖 有沒有搞過中共 對不起 6A 不好意思 在2016年 其實中共駐吉爾吉斯坦 在這個叫做比什海黑的地方 Bishkek Bishkek 這個地方 中共駐那裡的大使館 遭受到他們 我剛才提到的幾個恐怖組織的襲擊 這是當時的圖片 炸到出了個冬孤雲 後來確認為特厥斯坦伊斯蘭黨成員 他們成為了責任 我們出了第七張圖 就是這些人 他們都做到事 他們都做到事 好了 我們先回到 所以這些我們平時看豬流新聞 當然不會說 唱衰一帶一路 怎麼會說 這些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 已經將中共視為其中一個主要目標 因為他們對維吾爾人的加害 所以其實都已經有不少中國人 在當地遭受到這些恐怖分子的殺害 但是當然我們知道 作為之難人的話 那條人命就是賤過地底泥 你死了都沒有人知道 中共也不會派戰狼去救你 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在這些和你這麼敵對的國家 其實你去建立一些重要的 你打算發達的設施 其實你要保安 原來中共一向都是把這些保安工作 就不是交給很極度專業的人士去做 只不過交給普通的私人保安公司去擔當 所以你想想那些是恐怖分子 而對著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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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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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批評他們 也因為那些所謂的私人保安公司 極度欠缺這個實際作戰的經驗 絕對根本就不能夠勝任 他們不像美國 我們美國其實有僱傭兵公司 如果大家有聽過 譬如說 黑水 黑水的公司 我們出第八張圖 因為美國除了正規軍之外 除了海軍陸戰隊 海白突擊隊之外 還有一班人 我們叫做黑水 之前叫做 他們在1997年成立 當時專門為軍隊和執法機構 提供專業訓練 甚至乎包括海白突擊隊 以及那邊的飛虎隊的特中部隊 黑水這間公司 專門提供這份年的最初頭 但後來他們在2006年也門發生的事件中 美國政府知道他們做到事 知道他們有多厲害的人 因為有很多退役的軍人 其實是會加入 他們不在軍隊內 覺得軍隊有很多限制 很多規矩 很多制抓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加入這些僱傭兵的組織 繼續去過一波戰鬥人 據聞到目前為止 就有21,000人 以上的特種部隊 以前的退役的士兵 加入了黑水部隊 如果是美國的話 有些政規軍不方便出面做的事情 人家也還有這些 但中共你沒有 只有一班難吃 我們知道解放軍 就算是中共的政規軍 實際的作戰經驗近年是少的 近年有什麼戰役 解放軍真的打過而贏得很漂亮 我們還沒聽過 你打過越南也打不到 其實 所以 當這些 我們先出來 當這些安全公司 搞不定 看不到這些設施 被恐怖分子去襲擊 被恐怖分子去搞的時候 很多時候 暗地裡會叫解放軍 直接去介入 一介入的時候 就會導致那些國家 當地的元首 或者話事人 就會越來越多不滿 因為你放進來 還要是軍隊 雖然不能打 因為他們會覺得 這是威脅到他們的主權 所以 這個做法 只會越來越令他們 覺得欺負人 好 還有 在恐怖分子的眼中 他們覺得 中共的安全公司 當然是非常不斷一擊 因為 很多中共在當地建的項目 譬如說 一些港口 交通設施 或者一些很重要的基建 對於恐怖分子來說 我不一定要炸你 我將它霸佔了 據為幾個都可以 可能他們的利益更多 所以 在恐怖分子眼中 這些一帶一路的設施 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是肥豬肉 他們是很高危的 如果說會不會被人打 會不會被人霸佔的話 再加上 一帶一路 剛才看的路線 拉得很長 成吉思汗的板套那麼闊 你想想 其實是很難去防守 俄羅斯也未必做到 這麼長的國界 都要靠影響附近的國家 令他們自己亂 或者怎樣 其實是很難防守 尤其是有些能源管道 重要的能源 我們提到能源 如果能源管道 被恐怖分子襲擊佔領的話 尤其是現在 美軍在那些地方 後果當然可以非常嚴重 因為 減了電 你還可以怎樣做 你全部都站在那裡 對不對 再加上 一帶一路 有些地方 就是在高加索 高加索就是在西亞 和東歐的交界 即是黑海和旅海之間 高加索山脈的地區 以及巴爾幹半島 即是Burkan State 那些國家 因為他們那邊的犯罪網絡 經常在未有一帶一路之前 都已經利用政府的腐敗 以及他們當地邊界的漏洞 來做一些大規模的 臭明遠報的走私活動 包括一些毒品 或者一些武器 以及假文件 這些來源有問題的補石 其實本身未有一帶一路之前 都已經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你再 那條路還要經過這些地方的話 當然 那個 情況 會 你想也想到會有多麻煩 其實這個 我們叫一帶一路 毫無疑問 當然是 我們叫做本世紀 最有野心的策略 但是 你起初用銀彈來推動 你不斷塞錢 去給那些 人家未知你這麼壞的時候 見到錢當然會開眼 但一踏進來 原來是這樣的 我站在中國的角度去想 你創業容易 但你手業容易 手業很難 其實是 一如 剛才的分析 其實是 如果 中共 你去到一個位置 你沒有辦法維持的時候 因為你跟全世界唱到說 這個是你最把炮 你可以成為一個 世界的力量 的那張王牌 如果這張王牌 走不通的時候 你想想 還要是 你其實是這麼脆弱 我剛才告訴大家 為什麼它 這麼難維持 真的很脆弱 一旦有一天 是 你骨牌式 你骨牌式 這樣去 大家都說 不玩了 不玩了 印尼 那些不奇怪 一旦不玩的時候 你整條路都斷了 你不可能再計劃過 你工作過 也不容易 所以 為什麼我說 中共 你以為這個是你的王牌 其實這個是你的自骨墳墓 這個其實是 OK 那麼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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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一帶路就 很少可會有人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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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pective那裏去 深入去說 但是 都 都 都 到今天 都 姑且 這樣說一說 還有 這裏有少少靜餘時間 我想說一下德國 德國 雖然 德國雖然 和法國都擔心 都是我們叫做 左膠國家 都是 覺得全球化是很重要的 就是 移民自由流通 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些交易 但是 去到某些折骨眼 德國都算是有底線 譬如說 我們之前 香港的機場特警 他要想 訂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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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覺得香港 嚴格來說 現在 不是一個 民主的社會 他不會 賣這些 輕機槍 給 不是民主的地方 不是民主的國家 所以 德國其實 某程度上 他是 衰的 但是我不可以說他衰得了 今天 想說一下 關於小德國的事情 因為 上個星期五 在柏林 有一些 我們叫做 他們 德國的 軍方的高層 那 就 有一些 很重要的 說話發表 那 我們出第九張圖 麻煩一下 那 那 這個就是 德國的 Defense Minister 我想是國防部長 那個階級 那他的名字叫 Ursula 因為我不懂德文 我怕讀錯他的名字 所以 我有把握讀 我只知道他叫 Ursula 他就在這個 莫尼克的 安全會議中 他就說到一件事 就是 他說 美國有先見之明 他說 美國 比我們歐洲人 更加快看得到 這個中共的威脅 他已經說明 是國防部長的級別 的官員 去說 如何定位 將中共 是一個 國防的威脅 他說美國有先見之明 美國 比我們早見得到 還有 他說 他說 我們德國其實 不是中立的 We are not neutral 講得明 我們不是中立 我不是隻眼開隻眼閉 任由你中共 怎麼做 雖然我們知道 他們有很多 很偽善的 之前他們會和中共做生意 但是到這些時候 他們也有底線 其中有句話 他提到 We side with freedom We side with human dignity We side with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他提到 我們德國 只會和什麼人做盟友 我們會和尊重自由 我們會和尊重人的尊嚴 就是人的尊嚴 和民主 和法治 尊重這些核心價值的國家 我們才會和他們做盟友 他很明確地向北約的成員國提到 中共對歐洲正在做的事情 正是定位定性 叫做一個非軍事的入侵 他稱之為 Non-military incursions 是一個非軍事的入侵 他們開始正視到 來自中共的威脅 他也引述了美國國務卿龐佩奧 提到一些關於中共的警告 中共其實和俄羅斯一樣 都是一些極權的國家 當然是 他們近年致力於去侵蝕其他國家的自由 因為他們不停輸出這個極權 亦都透過華為的事件 當歐洲用了很多的中共 擺了很多的間諜軟件 或者硬件 這些中共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是幫兇 你是幫助這個極權去發展 所以德國已經說明 我們不會是中共的盟友 不是中共的朋友 我們稱之為 在這個貿易戰發生的時候 那個站位就站在這裡 當然 現時還有很多 我們稱之為兩大間的公司 兩大間公司 一個是德國 一個是英國的公司 用很多華為的東西 或者用很多中共的技術 當然他們如果不想被人說 那套套套套 當然是要 連這些商務水美合作也要先放下 要不然的話 你會被人稱讚 蓬佩奧之前也向全世界發出的警告 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跟中共做生意 就沒有後果 有啊 絕對有手未跟 他會說 有時會有條件 之後會有很多年代的 你猜不到的後果 所以其實 暫時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回頭 關香港有什麼事 我說過很多次了 每當我們本土派的朋友 我們同親藍絲 或者同親長輩一說開話 他們經常說 中國很強大 你不要逢中必反 你搞屎棍等等 你說他強大 我便把他那個 所謂外強中乾 甚至乎是 其實很脆弱的那一面 我就告訴你 為什麼他這麼脆弱 這個也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因為是 如果你有看過真正的新聞 或者是 你有些特別的消息來源的話 你會看到這些東西 當然是 因為我們的主流傳媒 完全不會觸及這些話題 這個是 大家如果是 但凡和這些 藍絲、長輩爭爭爭爭 你都要 以例 sorry 你都要用一些理據 去令到他們 信服的話 這些是一些 你們可以用的理據 當然是 好了 我想今天這一節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在這裡 先跟大家說聲 sorry 之前身體抱養 不能夠做過兩集 往後 其實不止我 我們本土最前線 其他的主持 都很需要大家支持 在這裡我做小呼籲 不如大家其實 如果有看開我們的話 不如你們 有些什麼特別的東西 你想我們多說一些 或者你覺得 我們有些什麼題目 是很適合聽的 你覺得 我想你深入再特別專題去說 你可以在我們的群組 馬Radio的群組 歡迎大家去留言 給我們一些意見去參考 好的 今天這一集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再會 拜拜 拜拜